把锅里放到面包上 做成三明治 随后端了出来 老头放到嘴里 咯吱咯吱嚼了起来 吃的那叫一个香 吓得老太太连连后退 结果刚吃完 她还要三明治 女人非常生气 看到桌子上的洗洁精 毫不犹豫地倒在面包上 随后将三明治端了过来 老头还嫌速度太慢 然后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可妻子刚回到座位上 老头又吵着要三明治 显然她是个受气包 不敢违抗命令 听到老头的骂声 她非常生气 眼睛一瞥 看到碗里的猫屎 夹了一颗最大的放到上面 心惊胆战地端了出来 可老头并没发现异常 觉得味道相当不错 妻子急忙跑进屋里 可刚坐下 老头又要三明治 她彻底崩溃了 可还是不敢违抗命令 突然一不小心 瓶子掉到了地上 她打扫垃圾时 想到一个好主意 把玻璃放到面包上 端出来时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老头把面包放到嘴里 咯吱咯吱咬了起来 吓得妻子连连后退 可刚工作没多久 老头就让她过去 她放下毛衣 忐忑地走了出来 而丈夫早就成了一堆白骨 旁边还堆满了 发霉的三明治 原来她早就死了 只是妻子还沉浸在 丈夫的虐待中 无法走出 一个怪物出现在身后 她有尖尖的牙齿 男人回头一看 却什么都没发现 原来她还在晒太阳 突然水里游过一只怪物 吓了男人一跳 她急忙起身 四处张望 觉得自己眼花了 于是又躺了下去 可下一秒 她就被撞进泳池里 幸好只有两米神 她非常害怕 急忙爬上游艇 骑在上面后 四处张望 可还是没发现问题 随后告诉女友 水里有东西 可她根本不相信 还戴上耳机 音量调到最大 这时怪物又瞄准游艇 用力撞了上去 男人再次落入水中 手脚用力 不让自己沉下去 这时怪物出现 可回头时 怪物却不见了 正当她纳闷时 被拽入水中 她拼命挣扎 钻出水面求救 可女友根本听不到 尽管她水星好 可也经不起折腾 钻出水面后 以最快速度抱住游艇 随后一用力 就爬了上去 可脚还在水里 下一秒 又被拽了进去 这时女友发现不对劲 摘下耳机和太阳镜 向泳池望去 里面只有一条泳裤 她以为男人又在开玩笑 戴上眼镜后 继续晒太阳 并惊望去 窝了个乖乖 怪物竟然是条美人鱼 就是长得太难看了 女孩正在睡觉 突然身后冒出三只手来 紧接着冒出更多只 慢慢向女孩抓去 在接触的一瞬间 她竟然醒了过来 看到这么多手 以下坐了起来 原来刚刚是一场梦 她急忙拿起电话 打给了好友 可仔细一看 电线竟然是断的 不过话筒里居然传来 好友的声音 正在这时 一只手伸了出来 随后是更多只 吓得她急忙挂断电话 不料旁边伸出一只手 悄悄向上 啪的一声关闭了台灯 女孩非常害怕 伸出手 又把台灯打开了 可还是不放心 突然沙发下面伸出一只手 一把抓住她的脚 吓得她缩到了沙发上 这时手又跑到身后 她一扭头 吓得急忙跑开了 随后来到卫生间 可厕所里也冒出一只手来 她非常害怕 又跑到次卧 关上门 锁了起来 可低头一看 手从门缝里伸了进来 吓得她跳到床上 手还在不断向里伸 柜子里也冒出无数只手 女孩快要崩溃了 这时一只手爬上后背 她大叫一声 被按到了床上 随后无数手伸了过来 慢慢掐住她的脖子 她拼命挣扎 就是挣脱不开 之后手越来越多 呼吸越来越困难 定睛一看 怎么剩下一只手了 原来是她掐着自己的脖子 越来越用力 慢慢没了呼吸 突然她又坐了起来 幸好刚才在做梦 可刚松了一口气 身后就冒出一只手来 千万别脸小丑 否则会后悔的 男人说 这表演水平真差 小丑一听就不高兴了 男人刚回过头 就吓了一跳 小丑慢慢抬起左手 一用力 就撕了她一脸花露水 她看了眼小丑后 却一句话都不敢说 灰溜溜的逃走了 可小丑并没打算放过她 刚走几步 就被拦住去路 赶紧关注点亮红心 发送狗头躲进安全屋里 小丑手一抬 指了指地上的聚宝盆 可男人手一摊 说没带零钱 根本找不开 随后就想离开 只见小丑手一挥 在脸上一抹 就换了副猙獰的面孔 男人走着走着 突然撞到了头 伸出手来 却摸到一堵看不见的墙 跟透明玻璃效果一抹一样 她扭过头 问小丑 这是你干的吗 小丑却张开了大嘴 她只好往回走 可刚走几步 又撞到了头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鬼打墙吗 她想找小丑麻烦 突然小丑举起左手 男人也做出相同的动作 她还想说点什么 小丑捏了个兰花纸 她就彻底闭嘴了 随后小丑转过身 撇开大嘴 伸出左手 手臂竟然越来越长 一把抓住男人脖子 将它拽了过来 紧接着手一挥 抽出一把水晶宝剑 伸出两根手指 在剑上擦了擦 然后双手一握 朝男人挥去 下一秒 领带就掉到地上 随后双手握剑 朝男人刺了进去 然后手一拧 男人就倒在地上 小丑蹲下身子 在男人身上摸了起来 找到一只劳力士 带在手上 随后又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 女孩走着走着 撞到了小丑 小丑伸出手 在上面按了几下 随后放到耳边 紧接着旁边的电话 就响了起来 女孩问 你想让我接电话吗 得到肯定答案后 她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 不过却听到诡异的声音 根本不是普通话 她微微一笑 就挂断了电话 随后打了个招呼 就走开了 小丑非常失望 放下手机后 突然举起双手 在脸上抹了一把 窝了个乖乖 她竟然换了副猙獰的面孔 女孩来到地铁站 坐到长椅上 可刚一扭头 就吓了一跳 小丑不知什么时候 也坐到了凳子上 两人挥挥手 打了个招呼 突然小丑一咧嘴 吓得小美站起身来 可刚走几步 忍不住好奇 慢慢扭过头去 没想到小丑也做出相同的动作 还做了个鬼脸 随后来到另一个长凳上 从包里拿出个苹果 可刚咬了一口 抬头一看 发现小丑竟然坐到了对面 她没想太多 还想再吃口苹果 突然手动不了了 无论什么用力都不行 她抬起头 发现小丑做出相同的动作 诡异地笑了起来 随后把手举到空中 女孩跟她的动作一模一样 原来她控制了女孩 这时灯光不停地闪烁 火车要进站了 小丑突然站了起来 慢慢跺着脚 而女孩一步步向前走去 赶紧关注点亮红心 发送狗头躲进安全屋里 她表情非常痛苦 却什么都做不了 而火车越来越近 她迈了一大步 踩到站台边缘 都快急哭了 火车发出鸣笛声 小丑落下脚后 一声惨叫传来 苹果就落到了地上 可故事还没结束 她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小美刚坐到凳子上 旁边就出现一个女人 不过她并没有注意到 看了下时间 就把手机放回包里 一扭头 女人却不见了 她一抬头 看见女人正站在对面 这时手机响了一下 她掏出手机一看 竟然有个陌生人跟她打招呼 随后抬头望去 对面却空空如也 吓得她把手机放回包里 四处张望 都没发现女人的身影 这才长舒一口气 可一扭头 女人竟然跑到了这边 不过她没有害怕 还跟女人打了个招呼 而女人却诡异的笑了笑 突然手机传来消息 说我看见你了 小美一抬头 女人却不翼而飞 这也太诡异了 她急忙低下头 问你是谁 回答是我 穿着红色裙子 随后吓了一跳 女人竟然悄无声息的站在旁边 还诡异的笑了笑 露出一嘴大黄牙 吓得小美转身就跑 赶紧关注点亮红心 发送狗头躲进安全屋里 可刚走上楼梯 女人居然堵住去路 小美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没想到她竟然抬起手臂 一拳一拐走了下来 姿势那叫一个优美 吓得小美赶紧跑出地铁 来到停车场后 见后面没有人 这才停了下来 可女人跑哪儿去了呢 她四处张望 就是找不到人 可一回头 女人竟然出现在身后 向她咬了过来 地上只留下一双靴子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女人到底是什么呢